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的考量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他们是透过共同购买的方式 但是他们的基础很广 也就是说他们几个年轻人其实是很用心 一方面他们跟马宝城市附近的农民去谈 请他们去栽子有些东西 而他们帮他们建立行销扶导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他们希望能够扶持 像第三世界有些守公民什么什么东西 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化之后被消灭掉 所以各位如果说看这个 到这家店里头 各位去看的话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他们所强调的就是公平交易 公平交易并不是说 能守无齐不二将为无所 而是能跟能对待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今天付出多少劳力 你就应该获得多少贵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